相信你也注意到,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,介绍了有关情况。 3月5日,菲律宾两艘运船、两艘海警船,未经中国政府允许, 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, 企图向仁爱礁非法坐摊的军舰,运送包括建筑物资、建筑材料在内的物资。 中国海警依法对非方船只采取必要管制措施, 现场操作专业克制,合理合法。 中国外交部已就此向非方提出严正交涉,表达了强烈抗议。 中方在仁爱礁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,明确的。 一段时间来,中非双方就妥善管控仁爱礁局势,保持沟通。 非方再次违背其向中方所做承诺, 在仁爱礁海域侵权挑衅制造事端, 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。 中方再次敦促非方停止海上侵权挑衅, 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海上局势复杂化的行动。 中方将继续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, 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